在1980年代 娱乐圈诞生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演员 也有很多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女神出现在荧幕中 宋小英就是其中之一 她精湛的表演技巧令人难忘 优雅的气质多年来没有改变 也许已经步入中年 但是气质依旧在线 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宋小英从扮演年轻女孩到成为母亲 脸上也留有了时间的痕迹 皱纹凸显出来 但是她的穿着品味和气质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穿着高级的步行 太值得借鉴学习了 第一章宋小英刷新人们对于奶奶辈的认知 优雅了一辈子 年轻VS老去 气质持续再现 有很多女人 她们总觉得美只是属于年轻女孩儿的 中老年女性是不配追赶时髦 也不配拥有美丽 但是通过宋小英我们就能发现 一个人的美不会轻易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反而年轻时有年轻时的美 中老年也有中老年的魅力 也许年轻时的你俏皮有活力 充满元气感 但是中老年时的你也可以展现出优雅之性的魅力 呈现出每个年龄段应该有的韵味 打扮花哨VS极简 高级和廉价一看便知 并且一个人的美和她的穿着打扮有很大的关联 中老年女性可万万不能以为穿着花哨就等于高级 穿得太花哨往往等于俗气 而且有用力过猛的嫌疑 衣品不够好的女人很容易因此搭配采雷 那么看看真正有魅力的宋小英 穿着打扮简约低调 不会去尝试过于花哨的服装设计 保持简洁这样的造型称的气质更好 第二章宋小英依靠什么技巧脱颖而出 关键是打扮 Step E 发型的改变影响气质 一中年烫卷发 阳气减零 宋小英能够美到老 一方面靠发型 发型是改变颜值的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的人不管是留长发还是短发 烫卷发还是拉直 整体的气质都会有轻微的改变 来看看宋小英 她选择将头发烫卷 卷发造型蛮适合中老年的 一方面能够让头发看上去蓬松一点 另一方面也可以修饰脸型 二蓬松大卷 好打理显脸小 中老年女性烫卷发的一个要点就是尽量选择大卷 不要选小卷像羊毛卷或者是大妈卷的卷度小 再加上密集的卷度导致局促感 也很容易显得油腻和老气 来看看宋小英的卷发 一般都是以这种C字形的大卷为主 大卷的弧度大对于脸型的修饰效果很好 能够去改善我们脸部发塞或者是脸型不流畅的问题 Step 2 化妆掩盖皱纹和提气色 拒绝总是素面朝天 不管你的颜值多么的出众 也不管你的皮肤保养的多好 总是素面朝天还是容易暴露个人的一些小缺点的 比如说脸上的斑点或者是皱纹 如果不化妆 这些小缺点就容易显现出来 那对于上了年龄的女人来说 本身我们的皮肤或者是面部肌肉都开始下垂 这时候更需要借助妆容去修饰 比如说选择粉底液和遮瑕去遮挡 塑造完美无瑕的好肌肤就能显年轻 妆容淡雅精致刻画出立体五官 中老年女性的妆容重点在于淡雅 精致淡雅体现在选择的底妆色号要跟个人的肤色相贴合 同时也要拒绝饱和度太高的亮色眼影和腮红 不然下手太重 涂在脸上就容易显得油腻 而且根本就不太自然 宋小英的妆容其实都是比较淡雅的 贴合肤色的底妆 再加上淡雅的裸色眼影和口红 提亮了气色又不会觉得花哨 注重眉毛的勾勒以及注重遮瑕 就能让面部五官看上去更立体 而且脸部的瑕疵感也被削弱 STEP3 学会时髦穿搭 不花哨但是很有气质 一个人是不是有品味 通过她的穿着打扮就可以略知一二 而真正有气质的中年女人 她们更是会借助时髦的穿搭凸显出个人魅力 找到最合适的风格 休闲风而优雅风 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 穿着打扮的第一步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不要去跟风尝试那些所谓的辣妹风或者是欧美风 这些时尚风格是更适合年轻女孩儿去挑战的 中老年女性还是尽量穿着简约一点 比如说休闲风或者是优雅风 这两种风格适用于不同场合 对于年龄大的女性而言是相对好驾驭的 穿衣版型要合适 不怕显胖 穿着打扮更要跟个人的身材选择合适的版型 千万不能一味的去穿紧身衣或者是穿太宽宗的衣服 不然你就会发现各种身材小巴都会暴露出来 来看看宋小英的穿搭 虽然她没有特别苗条的身材 但是她选择的衣服版型都和个人的身材贴合 衣服的剪裁线条感明显而且松紧度适中 扬长臂短效果就更好 不管是微胖身材还是个子不够高挑 女性朋友们在穿衣的时候还要注意凸显出个人的身材曲线 所以上年纪的中年女人尤其要注意腰线 臀部的剪裁设计选择收腰款的服装 拉高腰线凸显出纤细的腰围 这样的话也可以实现显瘦的目的 学会利用配饰增加时髦感 并且真正有魅力的女人要懂得利用配饰来体现时尚感 中老年女性佩戴首饰一方面要选择有质感的配饰 另一方面要选择风格恰当的饰品 不要尝试风格太酷或者是太夸张的首饰 不然难以驾驭容易拉低气质 像这些优雅的披肩或者是眼镜以及各种项链和耳环 佩戴在身上都能够展现优雅的韵味 第三章女人到中老年拒绝年龄焦虑 和宋小英一样美到老 1.热爱生活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中老年女性一定要拒绝年龄焦虑 热爱生活会让我们对于每一天都充满期待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每一天都活得精彩 也让自己呈现好的状态 宋小英虽然已经人到老年 但是她对于生活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 平时会看书旅游运动 用各种活动来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 透爱自己穿衣打扮不要自暴自弃 并且我们要爱自己 中老年女性千万不能嫌弃自己的身材不够苗条 或者是皮肤不够好 更不要因为年龄增长焦虑 宋小英她懂得爱自己 平时穿衣打扮足够的精致 注重提升自己的气质和外在形象 就能让个人状态看起来更好 恰到好处的服装配饰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的高级品位和最佳状态 宋小英自然老去却老得优雅高贵 对于穿着打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并且很好地演绎出了自身的魅力 展现出了个人优势 刷新了我们对于奶奶辈的认知 原来年龄真的不等于一切啊